荣幸天下 我也要问的 就是菲律宾在在在干嘛 因为菲律宾这一次的 这一次仁爱交的冲突 从冲突的形式来讲 你不能不说 它是一个小规模冲突 毕竟已经在海景海景 除了热兵器以外 用水 那个呢 那个意象呢 还是很强烈的 那菲律宾前一天 小马可是呢 在澳洲墨尔本的 就是说澳洲跟东盟的 特别峰会 讲软话 可是第二天呢 就马上呢 就就就在就在那仁爱交呢 就开始呢 采采取这种呢 对中国大陆挑衅的味道 为什么 那这个是事件 后续会怎么走 这个叫性骚扰 跟性骚扰案子都一样 不能称作挑衅 因为它跟中国大陆的本土没有关系 所以不要 我不能用这么强烈的来形容这个现状 菲律宾在黄元岛的那一脚不断的作文章 他没有跑到中国其他导教作文章 没有他也不敢 没有他也不敢 这两个 对啊 那这两个是他菲律宾有一点的历史渊源 所以他作文章的话 在他菲律宾的名义上是有底气的 那菲律宾为什么这么做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美国在后面驻危 美国在后面收拾 哎你总该找点办法破坏南迴行为准则吧 你总该弄点办法去破坏中国的大国形象吧 他重点就是要破坏南迴行为准则 还有国际的大国形象吗 找CNA上传去 找那些控制欧美的话语权 对啊 美国不是最喜欢搞这一套吗 他每次都带记者啊 而且美国国会里面 编入5亿美元的预算 给所有的媒体记者 你只要能够丑化中国 我就敬佩你啊 没有错 5亿美元在新闻界是很好用的啊 没有错 对啊 是针对中国来的哦 啊第一个 第二个是马可思小马克林的需求 嗯 他一直想修宪可以竞选连任 嗯 啊 然后他要修宪竞选连任叫 煽动民族主义 嗯 煽动民族主义叫有个外敌 他总不能拿越南大外敌吧 不能拿印尼吧 嗯 谁 领土纠纷 就是莫迪玩的游戏 嗯 每一次到了要选举的时候 中印边界紧张 选完了又没事 就是民主政治 天生的用外界的紧张要塑造内部的民主情绪 然后来支持我这个英雄 嗯 这段是去玩国家玩过火了 嗯 马可思要修宪延任现在在 俄菲律宾炒饭天啊 对啊 因为因为菲律宾的总统是只能够一任的 对一任是六年对 那韩韩国也是一任就五五年了 那但是老实讲了就是说 你当个当个领导人辛苦选上都做一任了 就不过瘾对不对 他爸爸干几年对啊 他的他他他他他爸爸是做到做到做到死啊对啊 嗯哼哼走要被赶走啊嗯所以他现在修宪是已经摆在台面上啊 啊杜特地反对啊嗯所以两边人马本来合作先翻脸啊啊啊 然后他又要修宪要干什么啊 要设也联任以后还设个总理位置啊嗯 然後本來吼他的表弟 他的表弟現在是控制的 這個菲律賓的這個參議院 中院議長講錯了 菲律賓中院議長就是他的表弟 他表弟想說 你當完總統下次該輪到我了 對啊大家都在想下一任啊 你包括包括杜特的野獎 下一任不就該我女兒了嗎 怎麼會是你呢 對對結果他要修憲要讓他 而且他是修憲很鬼妙 他修憲是連任一次 制度改變學普丁重新開始 他準備在幹16年 就是等於說我這一任是不算的 修改憲法了之後 重新計算連選得連任一次 所以我前後就可能做18年 他爽一下 那他表弟想說那我呢 所以他本來不支持 他都搞個總理說 我當總統你來當總理 我們兩個合夥幹你票 就結合在一起了 所以現在整個呂宋島 都籠罩在這種修憲的氣氛裡面 明達納爾的杜特地就氣死了 所以這個整個操作 他又不想太過火 又不想讓他火熄了 所以小馬可是在那這幾年 會不斷的弄中國的黃岩島跟人在講 那中國是不是知道 他都陪你玩 稱熊不稱霸 我也不用重拳去打你 沒有必要嘛 然後你海警船我海警船去 你漁船我漁船去 你這個什麼補擊船來兩條 我讓你一條過 另外一條擋下來 然後我用那個東西啊 這個一個一個網阻隔 軟網阻隔 被你剪掉 那個硬網 除了你機器船開來 那你機器船開來 我的機器船快過去 大陸 大陸都陪他玩 對 當然你說人海交 這一次的衝突事件 那大陸的海警部門 會在那個地方做常態性的 而且比較大規模的 不是大陸有準備 準備做國際宣傳戰友 所以你看菲律賓都只是在那邊拍拍拍 對不對 帶記者來拍 大陸俄話不說 空拍機 無人機空拍機 所以那個你要你要看 遠遠遠鏡頭的近鏡頭的都可以有 我覺得大陸好像在找導演 在拍那個大場景電影一樣 沒有錯沒有錯沒有錯 爆笑翻了我說大陸早知道說 他要這個實況演出的劇場 對不對 所以你在你在這一次的衝突事件裡面 你看到比較近的景 那都是菲律賓的拍的 都是記者拍的 但是呢會有那種長鏡頭 撞撞撞撞撞撞 可以讓你看到那個那個那個 船在接近 然後呢三條 好像張英模在拍電影 對那個大場面大卡斯大製作 那個那個是呢 那是中國大陸的無人機呢 在在在上頭幹 他當然他會變成這樣秀啦 大家呢 大家在秀 對大家各有各的畫面 可以攤出來 只不過就是說 中國大陸他終究對南海 他有一個終極的思考 就能不能夠有一個南海行為準則 把這個把這個地方的行為模式 第一個把大家的規範 如果發生問題怎麼處理 那個規範定下來 第二個就是排除外來的力量 在這地方 所有這個地方有事情 我們就自己來處理 那排除外來力量 這兩個目的呢 是中國大想要做的 可是菲律賓現在如果說完全 他今天就當美國的馬前竹 是啊 拿海拿海行為準則看起來遙遙無奇啊 那當然啦 為什麼 因為馬可是在美國有100億美金呢 嗯 然後 拜登捏著 第一個你是我美國的通緝犯 很多不曉得 對小馬可是現在還是美國的通緝犯了 嗯 第二個 就是小馬可是家族在美國 100億美金被扣住了 嗯 這100億美金怎麼扣住啊 就是 小馬可是的爸爸 在菲律賓獨裁統治的時候 破壞很多人 對 這些人後來跑到美國去 就組成了反馬可是政權的團體 然後跟美國法院訴訟 美國法院就把他家的財產全部扣住 不扣之後一扣發現100億 嗯 那扣住了以後這些人要求償 那一直在訴訟幾年過去了 嗯 因為 要找這個賬戶的所有人 叫小馬可是來作證 錢是不是你的 嗯 不是你的錢從哪裡來 如果是你老爸的錢 對不起叫賠人家 小馬可是不敢去作證 所以美國法院發布通緝 今天還沒有請止啊 嗯 因為美國卡在他內政 有很多反馬可是的 菲律賓的團體啊 所以不是完全 可是拜登就拿這個來 兄弟 你不聽的話 嘿嘿嘿 然後 你要訪問美國 可以給你特許 通緝令特許免出 以國家元首的大義 那問題我卸任了呢 嗯 對不對 所以小馬可是 尾巴也被 被美國人綁住了 嗯 再加上他又想修憲連任 對不對 那他弄弄中國 中國主要陪你玩吧 怎麼辦 對 當然是如果小馬可是連連任這種方式的話 他當然會在菲律賓的內部輿論裡面 會開始出現一樣的感覺 他們很擔心那個呢 老馬可是時代的那個那種味道會回來 對 好不過不管怎麼講 就是說現在在東盟的東盟的十個國家裡面 你從這次澳洲跟東盟的峰會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菲律賓特別親美的這個路線啊 他跟東盟的其他的九個國家之間 是有很深的矛盾的 那在這次 正常了 嗯在這次你看到 你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印尼 對於呢菲律賓的立場有一種的近而遠之的味道 不跟你同路啊 因此他有可能使得是東盟在內部呢 從他成立以來東盟的內部幾乎是不分裂的 可是呢因為小馬可是的特別的這樣一個路線啊 東盟內部現在慢慢會在大國政治當中會出現奇見 再到這次 在這次的城階 嘴巴 當然 也會有興趣 相應 似乎 第二名 有 禁止 有 不 不